大家好,我是被卡卡威 遇到我们每个月见一次的时候 然后我剪了刘海 其实我有上网找过 他们说国字脸的人 是不适合剪眉上刘海的 我还是剪的 为了不要让大家把focus都放在我刘海上面 我就把苏细另外一边 又回到了大家熟悉的模样 苏细的发型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今天我就是要开箱 这是我在双十二的时候 在淘宝上面买到的东西 是利用海运才寄到过来 所以是等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没有想到它是用这种 马宝袋来装 海运跟空运可能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包裹都拿出来了 又从这个开始吧 这是一个旅行箱造型的电话壳 其实我还蛮期待 它会送熊本熊的sticker给我 然后我看 哦哦哦 里面还有其他sticker 蛮好啊 它还用着这个bubble wrap 来包着你的电话壳 所以不用抛回弄想 里面有这个电话壳 还有附送八张 OK 嗯 送完这个emoji了 就附送了九张贴纸 旁边是这种 比较软一点的橡胶 然后中间这个 是硬颗来的 OK 这一个就讲完 我们就要讲第二样东西啦 OK 第二个这个是makeup brush 里面呢就是这样子啦 有送这个黏刘海的东西耶 所以是可以打开 OMG OK 还拍到makeup很整齐了 至于好不好用呢 我也不会讲啦 因为我不会化妆 我也还没有用过 第二个就已经讲完了 我们现在就要讲的是第三个 这个是那个电法棒 哎呦 哒哒 我给你们看错片了 你们一定会以为我买粉红色 其实我好像买的是玫瑰金 感觉是很小啊 很轻便啦 然后 OK 这是卷头发用的 然后这个是拉纸用的 所以是纸卷二用 OK 第三个产品已经搞定了 现在我们要去开第四项了 咦 它这边也已经开了一个洞 你就直接从这边开 哦呼呼 那你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 然后 这边又有另外一堆 这个是那个糖果设系的蜡子 所以它里面有五双 五双 我记得我没有买过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不懂还为什么会在这里 OK 这样这一双很明显是送的了啦 OK 我们第四个包裹已经开箱结束了 我们要讲的是第五个了 没有被黑停 嗯 这个应该是那个 扩脚裤啊 我看很多人穿的很舒服 所以我就买了 哦 很容易开 OK 这个就是那个 扩脚裤了 摸起来布料还蛮不错啊 然后感觉 还好 不会很透 第五个已经开箱完成了 我们现在开的就是第六个了 OK 第六个我要开的就是这个 这个呢就是 LED灯啊 然后我是有买两个的 然后它是电磁款跟USB款 所以门开了就知道到底有没有效了 哦 开了超多层啊 这里 看啊 OK 首先是有Wire OK 这个是电池 哦 这个是电池USB两用 OK 这是显然掌 哦 哦 这个就是那个Love字眼啊 然后我就要试下用USB来开了 哦 哦 my god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灯没有耶 等一下 这个要 特别的关灯来给你们看一下 见证奇迹的 时刻 哦 my god 啊 我觉得还不错啊 很像这样子过来墙壁的话 满美的啊 我觉得 哦 my god 我很喜欢雪人掌 近期我都很喜欢雪人掌 我不懂为什么 那刚才那两个灯呢 就是我受发开箱 开到最开心 最期待 然后也是最喜欢的啦 然后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最后一个包裹 就是这个 包包 OK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背包啊 然后我买的是黑色 如果是还没有破洞的话 嗯 那就算很好了 这个就是那个包包啦 旁边有这两个 比较 可以算是比较有 诶这个 一个袋子 然后 这边 就是有一个分隔的 一层啦 可是它是没有 没有按带啦 可能 这个就是可以把它当作是按带来使用 以上呢 就是我的所有的那种淘宝开箱啦 至于我的头发 到底是比较适合这样子 还是比较适合七流海恩 你也留言告诉我一下啦 还有还有呢 就是我会把 这些产品的link呢 都写在以下的 description 那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 然后 以后呢 我可能会继续拍更多 这些关于淘宝的东西 因为 你们只是看了我开箱 你没有看到我用啊 所以 可能下一部影片呢 就是我在review 这些淘宝的东西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留言 出去啊 然后想要看我讲更多废话 就记得subscribe我啦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拜拜 好 好 好